歡迎回到57股市同學會 今天是禮拜五 台北股市要周修周線 那昨天台股大漲了 本來想說有沒有機會 本週的周線拼個逆轉勝 終止連黑K 但很可惜的 今天反彈沒有什麼力 市場信心不足 周線遭到逆轉敗 今天台股是大跌超過了白點 連續三天量縮都不到1800億元 今天下跌137點 收12788 量1727億 好 今天呢 這個強勢主曲呢 還是要看這個 伺服器相關的雲丹概念 我為頂破底之後呢 連續幾天的強談 另外一檔呢 感覺也是破底V轉的 希望滿濃厚的嗎 投信回頭買創意公道 亮燈漲停板 台股店呢 今天呢就疲軟了 跌6塊錢收379.5 那連發科今天也是跌的 今天效率很重要 連發科的法說會 難道有利空 大家先知道了嗎 好 台股日線又失守 這個禮拜跌30點 周K是連三黑 先從大盤來觀察 我想問張立老師 整個美國股市跟國際經濟面 有幾個訊息 包含了加拿大的央行 歐洲央行也說了 會慢慢的考慮放緩升息步調 然後日本也公布 最新的利率決策 維持按兵不動 而且呢是持續寬鬆的路線 看起來各國對於 在持續強力的緊縮 有一點點放慢腳步踩煞車 那這對全球股市而言 甚至台北股市 是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那為什麼台北股市 眼看美國已經慢慢的反彈上去 我們的反彈就是欠缺了 一點點的力道呢 對 沒錯 我想台股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 跟國際股市真的差滿多的啦 我想最主要是因為 台灣的投資人的信心 因為你可以發現 其實就像昨天指數漲了快200點 可是動資還是減了5億多啊 那前兩天也是一樣 每天大概減10億 那更支錢也都是減 所以我覺得市場上 現在真的是信心基本上來講 你要叫他做多買股票 好像是要了他的命啊 你倒不如叫他放空 他會覺得你比較 看法比較正確 可是我覺得 其實假如說以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就指數上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這個地方 應該還是震盪打底 或者是會震盪反彈 因為其實剛剛就 同明堅所提到的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匯率這一塊 你有沒有發現美元指數 其實就已經從14.7 跌到現在大概110分 那美國公債殖利率 其實也下好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大家有沒有去思考為什麼 對不對 因為其實基本上而言 就是大家對於未來的央行 這些各大央行的部分 升息的部分 其實腳步是有放緩 好 那你來看一下 美元指數的部分 其實這個地方是大概 對 這個僅限大概是110元 那當然有跌破之後 那重新上升 那你就觀察一下 110上 假如是正式的一個跌破的話 那當然 對於全球的股市 尤其美股的部分 正面 對 沒錯 因為代表 其實目前的美元指數 往下進行修正是比較好的 為什麼 美元指數不一定 有時候是反映 美國經濟的好 所以美國股市也會漲 那現在這一段 今年以來的這一段時間 其實它反映的是避險 就是說因為我害怕 其他貨幣貶值 我害怕其他 反正我錢就是買美元就對了啦 那你看你真的買美元 當然就大賺對不對 那所以我的意思說 其實今年以來的美元 它是避險 所以假如是在這種因素之下 其實美元指數往下回檔修正 它是好事 那美國10年期 公在職業的部分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最近來講的話 也大概從4.3 開始出現回檔修正的一個格局 就是說其實這樣來看的話 代表市場上 我個人覺得 其實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是不恐慌 那你看一下 因為要搭配一下 你比如說你看 其實GDP的部分 對 它是優於市場的一個預期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有些總體的數字來看 其實不錯 那我覺得大家這個地方 假如經濟數據優於預期 第三季優於預期 那假如大家真的很恐慌 會覺得 未來升息的幅度會擴大 那其實說真的 10年期公在職業率 肯定又往上飆 是的 目前是往下掉 對 目前是往下 就是公布完之後 它還是往下掉 那飛的話局的部分 也從這一波的5到5.25 目前降到大概4.75到4.5 那12月大概 目前預期五成以上 是升息兩碼 比之前預期來得少 那歐洲的部分來講 因為ECB它也如預期升息三碼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ECB的部分 之前有講過一句話 就是等我升息完結束之後 其實我才會去做所謂的 縮減資產負債表的一個部分 就是去所謂的一個公債的部分 那你看一下 其實它昨天有暗示到 升息的部分應該會減緩 所以你看一下 當升息假如慢慢的減緩的狀況之下 其實說真的 歐元來講 昨天是出現拉回的一個走勢 那另外一個指標來看的話 其實因為升息未來會減少 所以你看這些歐洲 比如說像德國 英國 法國 歐洲的時間期公債殖利率都向下 對 因為未來假如升息會減緩的話 那公債的價格理論上它就會反彈 殖利率它就會往下 所以我的意思說 其實它也暗示著 這樣的一個情形 從剛剛明君所提到 加拿大的一個部分 所以從幣值 其實你真的從幣值 從公債殖利率來看的話 其實現在看起來 真的不是那麼的恐慌 好 那我們再回歸 其實剛剛提到 現在是財報週對不對 其實這兩天公佈的科系股的財報 龍頭的真的很爛 不好看 對 真的不好看 不好看的是比較文雅 應該是說爛 也都很爛 因為你看到像META股價 一天可以跌20%以上 你不要嚇死人 亞馬遜也 對 亞馬遜今天也跌10幾%對不對 好 那這些都龍頭股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你假如看美國的 拉斯達的部分 或者是貝伴 其實它真的算 我跟你講 因為有這些撐住 所以你看道瓊的部分 我們先看道瓊好了 道瓊很強 對 為什麼道瓊會強 其實我跟大家講 因為道瓊比較 這部分來講 科技股佔的比較少 你看一下 他為什麼會強 因為剛剛所提到的 你公債也慢慢的往下了 美元指數也慢慢的往下 其實這一塊的風險相對少 所以它就相對強 你看拉斯達的部分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拉斯達克 拉斯達克的部分 其實這兩天公佈的財報 真的非常爛 爛到爆 你看拉斯達克 有沒有破底 沒有破底 那這麼爛的財報 它還可以這樣 你不覺得其實它真的 落中透強嗎 我是覺得它真的落中透強 你要看那個跌 有時候不是10% 是跌20%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它其實是 有一種落中太 所謂的一個太 落中透強的一個味道 所以假如說 當然今天又公佈 亞馬遜又不好 對 今天又重做 那Intel的部分 當然因為縮減 所謂的一個財務的部分 就是支出的部分 所以有漲好 那不管 我就說慢慢的看這個地方 財報不好的NASA或被犯 能不能上來 好 那另外一個大家關心的是 景氣的部分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到底景氣什麼時候落底 對 到底什麼時候落底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大家都不是神 大家也不知道 大家只是都預測 那也有可能 你現在預測得很糟的 結果到時候沒那麼糟 你有可能預測沒那麼糟的 結果到時候是真的很糟 好 那我們來看一些大佬 像國發會好了 他跟你講說 大概今年底到明年第一季 甚至第二季 大概應該就是一個所謂的谷底 快一點 搞不好 就是從今年第四季 到明年第一季或第二季 那另外的 我們的聯強的部分來講 他也說 年底之前有可能高庫存的部分 就會開始落底 明年第一季有可能好轉 那我的意思是至少這些 當然我現在跟你講空很簡單 因為現在的 全部看到基本上都不能動空方式 你就直接講空就算 可是我覺得 在空的過程當中 還是有一些些的生機 那當然他們會不會看對 我希望他們看對 因為其實股票漲 其實對全球的景氣來講 其實是好事 大家 我想才會有均富的效果 假如股票一直跌 其實說真的 大家基本上來講是均品 除非你是放空的 所以我覺得說 假如真的是第一季 或者是第二季落底 那之前跟大家講過 其實股票的部分 有可能早一季或早兩季 對 它就會陸續開始出現打底 那我覺得假如 是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大家就不用太過被關 好 如果說包含 我們這個國發會的公主委 講說明年第一季 甚至第二季有機會落底 那這個科技IT界的大佬 也認為在這個庫存過高 慢慢解決之下 年底會落底 那怎麼樣在比較好的時間點切入呢 找到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股價會先行指標 做切入勝率比較高 有另外一個指標來看的是這個 我們的景氣燈號 我記得好幾年前 每次講到景氣燈號 大家都有口訣說 你看到什麼藍燈買 然後紅紅燈就賣 今年這個景氣燈號的操作書 也可以這樣子來做應用嗎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東西來講 基本上大方向肯定是對的 這個是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你事後來看 你會覺得這樣會準 可是當你會準的時候都來不及了 你看一下 比如說在跌到這個地方景氣燈號藍燈的時候 那藍燈它打底很久 肯定這個地方藍燈一定是持續一段時間 對不對 所以它就打底完之後 可是假如真的接藍燈的部分 我覺得大概離底部都不會太遠 除非有系統性的風險 那另外一塊 黃藍燈的部分來講 這個地方是因為疫情 所以資金的寬鬆QE的部分 所以讓它瞬間逼轉 說真的這個是比較 也不是常態 那這個地方來講 你看一下紅燈對不對 就代表過熱確實 那這邊 其實 當然我們事後來講 你會覺得怎麼這麼準 黃紅燈的時候 其實景氣就已經下來了 那股市又過高潮 我們要事後馬後炮很簡單 看圖說故事 我跟他報告很簡單 這鬼啊 比這邊景氣還 燈號還差 那你跌當然是正常的 可是我的意思是好來 那重點來了 當你現在又是黃藍燈的時候 其實我們應該這樣說 是不是相對上來講的話 應該是低檔區 我們不要說最低啦 因為最低是神才猜得到 我們是人 所以我覺得 這個地方你可以視為 是相對的低檔 至少比紅燈 是相對低檔吧 是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來講 其實我一直強調 你就控制好持股比重 那偏多的操作 我不是叫大家all in 就是說你真的控制好持股比重 相對上來講 正面 用比較正面的態度來面對 應該是比較正確 好 鄧老師剛才講 美國股市當中的納斯達克 在遇到了這麼重量級的公司 財報爆雷之後 股價其實並沒有表現得很弱 弱中透強 那會不會來自於蘋果的財報呢 蘋果昨天公布財報的時候 這個股價是跌 但盤號是小漲 難道大家抓落 落掉什麼重點了嗎 我們幫他畫下這個 財報當中的主要重點內容 強勢美元商人 如果不是美元走強的話 我們第四季營收將會呈現 雙位數成長 就是台灣的第三季 iPhone銷售低於預期 僅涵蓋8天 i14的新機銷售 PC進入寒冬 但是Mac卻是逆勢成長25% 包含了營收EPS 都猶豫預期 庫克也講了 iPhone14 Pro 真的是供不應求賣得非常的好 另外今天有個族群 油黑翻紅也是好棒棒好厲害 ABF老闆大戰大魔王 好 大魔認為說 明年的ABF供過於求的狀況 會擴大到超過一成 價格會停滯 要明年的上半年會回歸常態 目標價全部都砍了 可是呢 這個新興的動作出來講啦 ABF載本需求還是很樂觀 第四季也不錯 估配10塊錢 殖利率有超過8% 赵老師我們從蘋果財報來拆解 我們是露看了什麼東西嗎 為什麼昨天先跌盤後卻漲 對 沒錯 我想iPhone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說真的啦 大家以目前來講 當然對 因為全球景氣 是呈現趨緩 所以大家會害怕說 比如說像明年 今年第四季或明年第一季 說真的 怕它的一個銷售數字會不好 所以你看蘋果的股價 其實這一大陣子以來 其實它還是呈現 比較震盪走落的一個格局 跟全球的股市其實是雷同的 只是最近來講的話 其實相對上來講 有感覺有底部的一個現象 好 那我覺得 其實Apple的部分 我跟大家報告 假如真的連Apple的股價 都真的不太行的話 那我相信 美國的科技股 也不是只有美國的科技股 我相信連美國的 倒窮的部分 有可能都會受到所謂的衝擊 為什麼 因為在第一個來講的話 Apple其實大家知道 它的現金非常多 對不對 那以現金非常多的話 其實就如同台灣把 它 就是台灣會去投資 比如說像中華電等等的一些 相對上來講 會認為 它跟景氣角 萬一出現下滑 比較不會產生衝擊 就是公司也比較不會有 當然一定會影響 可是至少是衝擊的程度比較小 所以以上的情況來講 其實科技股的部分 所以你看這一波跌幅 其實Apple也相對 整個大波段而言 跌幅比較輕 因為資金往這個地方去 所以我就是說假設 不管它的財報等等怎樣子 就是說你去觀察 假如它可以起來 未來這一段時間 慢慢的震盪走高 那我相信 基本上來講 整個科技股的部分 其實理論上來講 應該也會不錯 假如真的是 萬一真的往下摘的話 那這個地方對科技股的部分 有可能相對就要 比較謹慎一些些 那當然Apple的部分 我覺得你要新的東西 新的應用的部分 那其實你說iPlus 或者是iPhone iPad MacBook 其實講真的 這些基本上來講 都是舊有的東西 我覺得這些東西 不容易 其實之前我也跟大家講 憑蓋股除非超跌 不然它沒有很大波段的行情 今天都沒有行情 對 因為有第二供應鏈的問題 等等這一些 那我覺得 所以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所以假如說以Apple來講的話 其實說真的 因為iPhone現在完全 要新的 對 要新的 新的就是Type-C的部分 其實我跟大家講 這個當然因為這一波說真的 電子 也不是只有電子 其實傳產也都一樣 幾乎各大行業 都有庫存的問題 都有報價下跌的問題 等等 那只是說 當這個修正完之後 當庫存修正完之後 那真的會漲的股票是哪些 一定是要有一些新應用的 一些新的東西 大家才會去買 所以我覺得 比如說Type-C 或者是快充等等這一塊 那你看一下 你比如說像3588的通家的部分 其實你看一下 如果你今天Type-C的走勢 就有一些不同調 對 就不同調 你看一下 我不是跟他 這個體驗很慘的 很慘重 好慘 好慘啊 那連續兩天再漲停的 而且他今天是鎖得滿緊的 質量 對啊 就是Type-C裡面 它大概應該是最強的 那我們看2436尾泉店 對 尾泉店 我跟妳講 聚焦會在哪裡 Type-C啊 這肯定是其中一個嘛 對不對 假如明年上半年第一季 就是股市好了 因為iPhone它要轉成Type-C 那我講 勢在必行 對啊 勢在必行 那只要量出來 當然營收就會出來 獲利就會出來 那當然肯定 我覺得未來是會不錯的 那ABF仔版三雄 怎麼看老董對戰大魔呢 對 沒錯 其實有時候 我真的是覺得大魔 我講真的 在2000年的時候 疫情的時候 其實他也非常看空台股 在去年的時候 他也非常看空台股 所以在去年看空台股之後 他在今年初的時候 認錯了你知道嗎 他說去年真的 抱歉啦 看不到他 一認錯就跌了 對 認錯就跌了 然後重點來 其實在一個月前 他有說台股基本上來講 應該還不錯啦 有資深等等 可是重點來的 他對於產業的部分 幾乎是全面性的看空 大家記不記得 去年下半年的時候 他最有名的就是吳敏球 旺宏的老闆吳敏球 跟他對罵你知道嗎 跟他說你根本不懂 我們記憶體啊 對 你哪有什麼 低論跟Fresh 你就分不清楚 對 搞不清楚嘛 對不對 今天我們看一下2337的旺宏 好 2337 縮小 再縮小一下 縮小 縮小 到去年6月份 對 就縮小 輪到 去年6月份 對 我們再縮小一下 縮小 再縮小 再縮小 對 好 來 這個你看一下 去年下半年的時候 去年下半年 就是一直降 一直降 一直降 到10月份 對 就是這邊就一直開始降 降它的平等 不管華邦店 不管什麼南亞 零攻僵制 對 對 對 然後之後你看人家 是不是就起來了 所以我就說其實有時候我真的搞不太懂 那當然之後記憶體說真的是不好的 我也跟大家講 對 告價需求 好 來 那 ABF的部分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們應該這樣說 不管是從星星 其實上次的法說 星星講的真的是算保守的 可是你看它第三季真的還不錯 獲利也是創新高 第四季他認為有可能持平上一季 或稍微的成長 其實說真的這個比較好 那這些老闆他們也認為 其實我們應該這樣說 ABF的部分其實應該是說 這個地方排的客戶當然有減少 那明年下半年 有可能整個供不應求又會擴大 報價有可能會出來 那明年上半年第一季 第二季 有可能報價會持平 對不對 那我想假如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股價跌那麼深 我覺得只要盤勢 會有震盪走高的一個機會 好 感謝趙莉老師 今天先從這個全球的大環境 各國央行開始對於這個 比較狂風式的升息 縮手放還腳步 我們看到包含了美元沒有再創高 那美債殖利率 歐債殖利率 是很明顯的急速下滑 短線上面歐美股市看到了 比較直穩的力道 那台北股市方面 礙於信心不足 加上禮拜五今天走勢相對的疲弱 但看起來目前最壞的狀況過去了 下週的行情怎麼做觀察呢 幾個領先指標的族群 包含了Type-C 尤其是有蘋果USB 剛介入 新介入的族群 大家可以多做留意囉 若是你對操作下週的行情 有任何問題或想法的話呢 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照給老師的大頭娃娃 用手機掃一下QR Code 跟老師加個朋友加個Line 那相關持股的問題 或者是說你對於目前空手 有一些想要少量試單的這個標的 如果說還不知道該怎麼掌握的話呢 都可以跟老師來做詢問 還有討論囉